宜蘭县110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 以县长林芝庙的宪政理念拼出宜蘭好生活 产业活化、就业、创业、安居乐业为精神 结合生产、生活、生态 共构三生一体的经济发展策略 以科技、创新、特色行销为产业来加值 县政府特别举办说明会以及计划书的撰写特训班 县长林芝庙专程出席 期望借此来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持续创新 迈向未来产业发展 开拓下一波的崭新契机 我们透过的SBR 能够这个计划 能够让我们的自我的竞争力能够提升 同时对于所有的产业 原先政府 我们都非常积极地在推荡当中 希望反动商业团 希望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就为了中小企业 我们非常感谢中央的中小企业处 能够提供的这个计划 让我们能够的企业发展 这项计划总经费为1200万元 从4月1号到5月31号只受理申请 预计受理30件 签约17件 单件最高补助为100万元 县府优先支持官方产业 六级产业 文创产业 高龄友善 以及绿能产业等重点产业 为优先所提出申请的计划 优先对我们这些的产业 比如说官方的产业 文创的产业 还有我们的六级的产业 还有高龄的友善产业 我们都希望积极的把它推动 而且希望这些年轻人 我们的辅导 能够创新辅导 能够让我们的这些产业 能够蓬勃发展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那现在有将近30家来受理 但是能够签约的有17家 另外县政府针对县内的 原民申请 新住民申请 女性创业 青年创业 为县政府加分对象 申请的条件 以及应该准备的资料 可上宜兰县地方型 SBIR的官方网站查询 宜兰新闻记者14名 采访报导